7点钟早安台湾 我是书书瑞 国际最新消息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是史上头一遭 纽约陪审团周四 在宴兴封口废案的审判当中 首次裁定前美国总统川普有罪 随后案件会进入量刑阶段 将会在7月11号上午10点出炉 而川普他也创下 重罪犯参与总统大选 最终角逐的历史记录 不过现在传出 川普的律师可能会尝试将量刑日期 延后到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之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